所以心经才会讲 不可得 你知道中国以前最大的帝国 是蒙古大帝国 最大的 横跨整个亚洲到欧洲 蒙古大帝国 你看亚述大帝国 马其顿大帝国 罗马大帝国 那时候你看多么辉煌 整个欧洲一直跨到亚洲来 那个帝国是很大的 马其顿 亚述 罗马大帝国 都是很大的帝国 好像有这个帝国是没有错 有 但是已经过去了 已经如去 那么好 这个帝国也都不存在了 在蒙古大帝国那么大 也是没有了 波斯以前也曾经 波斯大帝国 也有一阵子 波斯大帝国 你看陈始皇 汉武帝都想当永远的皇帝 追求长生不老 还到海外去求仙丹 汉武帝也吃了不少仙药 仙丹 汉武帝也叫人家炼仙丹给他吃 结果 仙没有 仙不仙的搞不清楚 汉武帝也没有了 陈始皇 他说我是始皇帝 统一六国 我叫始皇帝 就是永远的皇帝 陈始皇 他也是到海外去派徐福 去海外去求仙丹 汉武帝也吃了不少仙丹 这个他三千同南 三千同宁 一起上船 叫徐福开船 去海外 仙山求仙丹 一去不回 陈始皇也当不了始皇帝 永远的皇帝 汉武帝也想当永远的皇帝 也想长生不老 吃了不少仙丹 听说汉武帝还被仙丹害死 吃了仙丹 结果是 所以你看这个历史上这样子的 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下来 我念了嘛 中国五千年文化 中国五千年文化 唐鱼下三州 秦汉四国 魏晋南北朝 随唐宋延明清 到了现在 多少朝代啊 多少战争啊 多少个争霸战啊 结果都是空 什么都没有 如来 如迹 你懂得金刚经的药益 是从刚才所讲的 是金刚经的药益 陈志祖宫延明清